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 現在下午是點幾鐘 今天就來了觀塘吃蛇筋 我後面這間就是彪哥海鮮菜館 吃完這間我就會去蛇對面 蛇王堂繼續吃蛇筋 蛇王堂在彪哥海鮮菜館的蛇對面 大概這個位置 後面這間蛇王堂我都有試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我現在又去彪哥海鮮菜館吃蛇筋 待會見吧 去彪哥海鮮菜館就可以坐地鐵 去到牛頭角站 今次就找A出口 上到路面就轉右 向手指的方向蛇對面 走去玉年台第四座 到了玉年台第四座 都要繼續向前走 走到前面的轉彎位 右手邊就是牛頭角度 這條橫街就是聯安街 在聯安街行前一點 走到前面就會見到儀安街街 這條橫街就是儀安街 走到幾個譜就是蛇王堅 經過蛇王堅就是 標記海鮮菜館 我們現在到了 亦都可以按照圖中的地圖 去到標哥海鮮菜館 掛綠米線 接著轉到後面看看 左手邊就有懷舊特色之寶蛇筋 它又是拿了美食大賞得獎作品 右下角就有一個醬香綠骨架 需時三十分鐘製作 這張黃色就有一些蒸飯類 竹料麗湯寫了是零味蒸零雞粉和零雞湯 蒸飯類就是即叫即蒸的 這張有小菜盒飯和炒麵飯 標哥海鮮菜館不算太大間 裡面大概十幾張桌 牆身上就切了餐牌 現在就拍了餐牌給大家看看 這裡就有八寶鴨和羊腩煲 酒類都有幾款可以選擇 這裡連龜鈴菇都有 這個就是羊腩煲 另外就看到很多相片 相片就是得獎的時候拍的 獎牌都幾多 這裡大概有四五個獎牌 最左手邊就是美食之最大相 就是蛇筋 既然蛇筋是得獎作品 沒理由不叫一碗蛇筋吃一碗 很快蛇筋和薄翠都上桌了 薄翠非常之大盒 上面有少許檸檬葉 檸檬葉看起來比較乾身 應該都不算新鮮 接著就吃少許薄翠 薄翠不錯的 挺脆和挺香 接著就看看一碗蛇筋 這碗蛇筋比較細碗 上桌的時候還是異底 蛇筋的湯底就不算太濃 看淚就不算太濃 看淚就不算太濃 色澤就比較深一點 而且都不算油 這碗蛇筋和蛇肉看淚就不算太多 黑木耳感覺上比較多 今次少許是冬菇片 薑絲也不少 薑絲比例都算多 倒了少許薄脆檸檬葉就開始慢慢咀了 這碗蛇筋的湯底就不算太濃 也不錯 湯底的味道就比較淡 藥腸味就不太濃 還有它就不辣的 蛇肉的質感也不錯 還有它就沒有一些 蛇本身的腥味 那蛇筋呢 黑木耳真的比較多些 蛇的比例比較少些 蛇筋裡面呢 就有少許雞肉的 接著就吃到蛇肉裡面 有一條骨 這條蛇骨也挺長 接著再過一會兒 又有一條 這個呢 這個真的一般 今天來這裡就只有我一斤吃蛇筋 其他兩三台就吃了五餐 我後面這位師生叫做一碗泥湯 但是他說一碗泥湯是冷的 接著就幫他換一碗熱的 吃完了 現在是買單 這一餐就五十六塊 OK吧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就差不多兩天 剛才就在椒技海鮮菜補救食用蛇筋 現在流過了蛇 對面後面的一間黃記 我現在再進去吃個蛇筋 然後再進去吃個蛇筋 然後再進去吃個蛇筋 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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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然後再進去看 這一間就是我剛剛吃過的櫃哥海鮮菜館 現在見到就是蛇王旁的正門口 蛇王旁這間店比較細間 入到一眼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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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今天來連同我三台客在食著吃蛇筋 牆身上有幾張照片和報紙 報紙應該是蛇王傍後生時捉蛇影 另外幾張照片是跟藝人合照拍 除了有狀羊酒賣外也有幾款酒可以買 現在見到這張餐牌有過山烏燉甲拐 如果吃大蛇羹就會送蛇湯 這張餐牌有三個套餐 A餐有蛇羹蛇湯 糯米飯或中頭飯價錢是87元 而B餐多了油菜價錢是81元 B餐最便宜不過沒有蛇羹 價錢是75元 這張餐牌下面有些中頭飯吃 這次就叫了A餐是87元 有蛇羹蛇湯和糯米飯 蛇羹很快拔上桌 這碗蛇羹也算是夠大碗 而且也滿滿的,差不多滿桌 湯底比較淡色 看到上面有些黑木耳有蛇肉和薑絲 雞肉就見到小小粒已經浮在上面 這次就攪拌給大家看看 看到蛇肉也切得挺幼條 不會太粗身 黑木耳也切得挺幼細的 蛇羹的湯底也不算太濃 不會覺得很黏口 蛇肉的比例也算OK 不會太多,也不太少 沒有元朗娜姐那間那麼多 還有檸檬葉 這間檸檬葉稍微生鮮 沒有那麼乾 這次就再畢點薄脆 薄脆不是一片片的,是厚身那隻 這隻有些熱製的味道 也算是挺脆,也挺香的 接著拌勻它就開始慢慢吃了 蛇羹的肉材味也挺出的 吃吃蝦就好像吃到少少酒味 輕微有少少胡椒粉的味道 蛇肉的質感都挺好的 不會覺得太軟和太梅那些 也有少少咀嚼口 而且它吃蝦沒有蛇本身的腥味 接著吃吃到雞肉 好像還有少少豬肉 蝦木耳也挺爽口的 而且也切得挺幼 吃到尾都好像不見有冬菇片 不過最重要是它沒有蛇骨 而且湯底吃到尾都不會化水 蛇羹也算是OK的 老闆也挺貼心的 蛇羹差不多吃完就開始上糯米飯和蛇湯 這碗糯米飯上桌的時候 真是嘩一聲 要給他讚的老闆 這碗糯米飯非常大碗 這碗糯米飯很大碗 這碗糯米飯很大碗 上面有很多蔥花 花生也不少 剛剛倒上來當仁義勒勒 接著看看有多少臘腸 臘腸很薄片 但它整碗糯米飯都有 今兒就開始咀嚼它 糯米飯的豉油不算太多 但剛剛夠味 做到廚谷和蔥花都不算太香 下它的香滷味 花生油很香 很香 糯米飯的質感 不會太濕 不會太軟 不會太太軟 也不會太乾 這樣煮完煮飯也不算技能 咸度差不多好,又大碗,爽 最後再喝蛇湯 這碗蛇湯的份量是正常的 按兩種色質都挺融化 這次就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就看到裡面有些碎碎的 每次都是藥材的物體 這次就開始喝一下 這碗蛇湯的口感不算油 喝一下就有少少藥材味 這次就帶有少少辣的 感覺上就好像有輕微的酒味 這碗蛇湯也算不錯 好,又吃飽了,現在先去買單 你先拿什麼? 先收錢 對,先收錢 多了7元 好,謝謝 謝謝 最後再多謝大家收看 今集觀塘吃蛇筋這條片 這條片只是分享我個人的意見 如果還未訂閱的 請你們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還有給個讚 我們下條片又再見 拜拜